越来越兴奋,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 只见原本平静的地面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纵横密布的裂缝中,瞬间冒出一棵大树出来 大树摇曳,一阵阵淡淡的清香传来,我和八尺大人,原本模糊的脑子,轰的一声,瞬间清醒了过来 小朋友们,你们该醒一醒了 我感觉脑袋一阵机灵,抬眼却看见来自大树的叮咛 抬头一看,眼前哪里是什么美好景象,分明就是假冒伪劣的幻象 我吵,这是啥玩意,同学们,一见三连,好运连连 这竟然是我起先看到的那个实相,现在安安静静的立在那里 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梦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朋友们,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这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 因为所以,长篇大论,估计要吵隔夜戏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我之前视频的前因后果 反正我和这大树说了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 哥斯拉,我知道她,在一百万年前 她的母亲从元界中把她送了出来,要不然估计早就 哥斯拉的母亲,神马情况 我是元界的守门人,在这里已经看守了悠久的岁月 如果一定要说,我这里应该是你们传说中曾经神界的入口 神界,真的有神界? 哥哥,神魔,根本就是一念之分 当年如果不是她制定了规则 估计现在整个宇宙都已经毁灭掉 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 既然你们都有哥斯拉赋予的力量 我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个已经破败了的世界 不过,在里面能够得到什么 还是失去什么 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还有你,出来吧 没有什么能够瞒得过我的 宇宙常人,你果然跟在我们后面 树神大人,你不能让他进去 他是克苏鲁,古神的小弟 哥哥,克苏鲁算个锤子 没事,进去吧 你们身上都有哥斯拉留下的气息 哈哈哈哈,他们果然进去了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那东西 谢谢大家